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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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田出來的 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了一個 名貴的食材 你在香港未必在很多地方見過 但其實是有得買的 是一樣非常之 稀有非常之名貴的食材 它叫做 雅之竹 雅之竹就是譯音 它英文名叫做 雅之竹 除了這兩個名字之外 它有時候會叫做 楊計或者朝鮮計 你看到那個計字你就會知道 有時候古今宗外都會見過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保健食材 有那些什麼 胡桿啊 解酒啊 分泌膽汁啊 幫助消化啊 在歐洲被稱為 蔬菜之王 雖然 你看下去它其實不多像蔬菜蟲 吃得 這塊東西究竟它最原初 我是怎樣發現 有這塊東西呢 就是來自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裝 那些收費電視 收費電視呢 經常有一些電影台呢 每個月都會重播一些不好看的電影的嘛 其中之一個呢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呢 想去認識女生 那個女生就帶了她去酒店呢 吃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她就硬咬 她一整波放進口裡咬 那套戲你應該找不回來的了 但你今天看完 下次你看到這塊東西你就會吃了 這塊東西可以吃的部分 好少好少好少的 你現在眼前看到 所有的部分呢 都是差不多不能吃的 我們會先用一個蒸的方法 蒸熟了它 它裡面真正可以吃的部分呢 其實只有中間那個芯的 而這個位置是很硬的 所以你小心點 非常有趣是不是 裡面是一朵花來的 其實它每一塊葉的頂 這個位置其實是很硬很尖的 有些品種是一枝刺 我們要用來吃 首先要處理這些東西 就是剪掉它 那我們等一下吃的時候 就不會刺傷手了 最底的幾塊 沒有用的 可以撕掉它 沒有肉的裡面 那個芯中間 那條芯 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處理它 刨一些皮去 蒸完芯就會很軟的了 切開之後 你也可能需要再沖洗一下 因為如果你認真點看 有時候會掉了些塵 各樣東西進去 拿一點檸檬 然後搓一搓 酸性就會令它沒有那麼容易氧化 之後呢 這個東西就完成了 就可以拿去煮的了 有幾個方法 要是水煮 要是蒸 要是焗 焗焗它 直接用橄欖油 就可以放進焗爐裡 焗熟它 那就是我們今天用蒸的方法 找個鍋 高新的 因為它這樣 壓住了 所以就需要一個高新的鍋 中火 蒸它 約半個小時至九個小時 最難熟的位置就是我們吃的位置 所以就要這麼長時間 好 水滾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雅枝竹放下去 好 那我們來做沙律醋 剛才不是說為大家帶來頂級食材嗎 不是這個 少年你太年輕了 登登 我們用眼前這一堆東西 就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簡單的沙律醋了 而且是老少咸義的版本 那有些什麼呢 當然做沙律醋 最重要就是 醋和橄欖油 這個大家很熟悉了 應該你家裡已經有了 就是Color Vita的特訊橄欖油 之前已經用過它另外一個版本來做一些 煎炒煮炸的菜式 如果你想看回呢 可以看這裡 除了這裡我們還有好朋友Olivia幫忙 在這裡出來了 登登 好 那首先呢 我們會用這個 意大利香黑醋 你用過一次之後 你就會想什麼東西都換成它 去到那些中式菜 下陳醋那些 你都會想找它來代替 因為它的味道是很舒服 而且很容易夾到很多鹽 鹽是現在這一刻下的 有些人是最後下的 但如果你倒了油才下 那些鹽掉下去的時候 就會穿那些油 然後就會包覆那些油 然後才下液體 這樣就會隔了很難用 所以早點下 黑椒 這個是私人會下的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怪 但你試一試 試完之後呢 你就回不了頭了 蜜糖 蜜糖跟它有一種很奇怪的夾 任何人吃都會覺得很開心 好像吃普通很肥的沙律醬 好 之後呢 就到我們的 Cola Vita 特純橄欖油 Extra Virgin Olive Oil 你會有時候叫它EVOO 跟我們平時用的油 平時的油 我們就拿來當是全熱的介面 但是特純橄欖油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不會經過高溫 所以它出來 就可以保留了很多橄欖的香味 它就會當作調味料來使用 因為它呢 橄欖油有一種很獨特的果香 還有那種清新的味 到最後呢 又會有一點點辛辣的味 總之呢 就有很多層次感 所以它配淡味的東西 例如那些菜類啊 蔬果類啊 雞肉啊 魚肉啊 它就會豐富一點 但是呢 配濃味的那些呢 牛肉啊 豬肉啊 那些呢 令到它清新的 就是它是一個比較 兩邊都能夾到的 一個材料來的 應用的範圍非常之多 好 蒸了一半了 那水呢 一定是不夠的 所以記得 加點水下去 順手你就看看差多少 怎樣試呢 你就拿最邊的那個位置 接著呢 撕它最外面那一層 如果撕得出呢 很輕易 可以這樣拔出來 那基本上呢 就是熟透的了 我們再蒸一會兒 好 撕得出來了 就代表OK了 每一塊葉呢 你都會看到有一個白色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撕它呢 裡面那些肉出來 這塊最底的呢 就少一點肉 慢慢裡面呢 就會越來越多了 所以呢 其實呢 只是吃一塊葉呢 說法是不正確的 是吃一塊葉的最後那個 那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撕掉那些葉出來 這樣 一塊一塊 我們把它排在碟裡 如果你蒸透了呢 這個步驟就很簡單了 好 那我們差不多撕掉了 大家是不是已經想著把它丟掉了 到最後呢 你會看到呢 一朵花的樣子 那這裡這些沒有肉的了 最裡面這一層 那你就可以撕掉了 你呢 終於看到呢 這個東西的真貌了 整塊東西最值錢 最貴 就是呢 中心這個地方 那你看到呢 上面這些 好像純食的毛筆這個位置 整個位置是沒有用的 不要的 吃不到的 這個東西 整塊叫做 RT束嘛 上面這個位置叫束 那也是呢 窒息那個束 整塊呢 是沒有用的 但是小心點 你看到下面灰灰的 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我們需要的肉 所以刮的時候呢 小心點 如果你蒸時間夠呢 這個步驟呢 又不會說很難的 將這些毛絨的部分呢 全部刮走了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真正重要的部分 也是真正食的部分 就是這麼刺的 我們呢 把它切出來 馬上來偷吃一塊 好嗎 它會好像有一點點 粟米的味道呢 然後軟軟的 它好像香味很重的 一個番薯類的產品 你會當它是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切碎它 容易一點一口 但是不要太碎 因為它就沒有口感了 它本身都軟軟的 方便我們等一下呢 平均散步在沙律裡 這個就是那個肉的部分 還沒說它的價值 這東西 價值80元 cool 我們用了 特順橄欖油做的 蜜糖黑醋汁 放一點點下去 然後點下去呢 就是這樣 那就是吃光整個的步驟了 大家看完 有什麼感想 我就覺得很貴家 很吵架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今天呢 會用呢 雅之竹來做一個 非常非常健康的 螺絲粉沙律 這個都是我幾喜歡吃的 一個沙律來的 你需要準備的呢 就是一堆 這樣的材料 看得到 這個窄口 有一個 七黑鐘的螢火蟲 沒錯 雅之竹呢 其實是有罐裝的 而且呢 是已經處理好了 你基本上呢 打開罐拿出來呢 這個東西呢 就直接吃得了 所以這次的沙律呢 我們會加上它 這裡 大概要準備一堆 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呢 現在呢 就 一起來做了 首先呢 我們要煮一些螺絲粉 最久就是要攪這個 還有 看看你想不想 我這裡另外還有 少少泥蜜 加多些不同類型的材料 那口感就會豐富很多 那我們這裡有一包 CORLA WITTA的螺絲粉 最重要是什麼 你看到嗎 這包東西不是用小麥做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 想找一些Gluton Free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 我們呢 需要二人份 大概是120g 因為我們有很多其他材料 還有它是沙律來的 你應該增加其他東西的比例 減少螺絲粉的比例 我們在煲水 然後呢 放4分1茶匙左右的鹽 然後呢就可以放下去了 有它是金包裝紙自煮 這個就13分鐘 然後我們還有第一件要煮的 就是泥蜜 不用加鹽的 稍後再回來 那這次呢 最好你就擁有一個跑 那出來呢 就可以做到一個 口感比較細緻的 車尼茄 但這次我們比較適合切四 因為沒有大片的蔬菜 放著啊 各樣東西 全部都是用一個筋 一筋一筋的 所以小塊會比較 對一點 好 接著就是青瓜 你可以切片 我們這次呢 就刨出來呢 就是最薄 之後就小心一點 去到尾 好 紫陽蔥呢 你可以準備定一個冰水 去浸它 那就可以減那個辣味 那就調吧 你不要是這樣薄 那你就會很爽口 但是又不會很辣了 好了 去到最後就小心了 不要選擇你了 那接著呢 就把它呢 放進冰水 記得用熟水啊 好 拆一拆它 你喜歡呢 翻篩也可以 羅拿劫也可以 那就可以撕碎一點點 那就隨意的 那個量 那浸一會 那這個洋蔥呢 就可以瀝乾水的 你有那些拼水 就當然更好 沒有呢 就小批量 用手拼乾它 或者呢 你可以用沙機呢 這樣拼乾它 因為這個水化得多 基本上你的汁就很淡了 最終沙律 好了 那最後啦 最後要準備的呢 就是我們的 冠狀的 雅枝竹 有少少不同的 你看呢 它的樣子是 是幼嫩一點的 因為它是 比較年輕的時候呢 就被人拿出來的 這個東西呢 本身有少少鹹味的 而且呢 它用橄欖油浸好了 所以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 挺好的代替芝士 就是它又有脂肪 它又有鹹味 但是呢 它又是一個植物來的 我覺得如果你想取代芝士 這個東西就 真的挺好的 那個芯 我們做得很辛苦 那個芯 還有上面一層層 它都在了 但是因為它是很幼嫩的關係呢 是就這樣 現在呢 已經可以吃得 不用怎麼處理些什麼的了 有沒有人覺得 究竟我前面看了些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簡單的東西 不早點說 不早點拿出來吃 沒有之前的部分 你顯不顯得後面的東西的珍貴 我們放進去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意粉呢 應該都已經煮好了 這次呢 有點不同 平時煮意粉呢 就是沒有人會過冷河 又沒有人會 煮些什麼 下橄欖油 等等的 但是這次不同 我們做沙律 所以我們會用 過冷河的方法 順手呢 就將它極速降溫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煮到沙律裡了 好 那它呢 沖完凍水涼呢 如果你是預先準備 就最好 加少少橄欖油 去拌一拌 讓它不會黏在一塊 為什麼平時 不會這樣做呢 就因為下它的油 其實就包覆了它的表面 變成呢 你真正要煮 有醬汁的時候呢 它就會妨礙著那個醬 那呢 泥麥呢 你看到已經煮好了 煮軟了它就可以了 那朝是一樣 它過冷河 之後呢 就再把它 晾乾一點水 又是不會煮到我們的醬汁 將我們的泥麥呢 又可以放進去 螺絲粉 一切已經準備可當了 我們的風車旋轉型 人動沙律碗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拌勻它了 好 拌到差不多 我們加入 已經一組準備好的 用了特順橄欖油製作的蜜糖黑醋 鹽和黑椒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你可以先放著 試了沒有再慢慢調校 所以所有東西 隔乾一點水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這一部分 你就水汪汪 就沒有味道了 所有東西 再放多一點黑椒 竟差遊戲 放了什麼呢 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有更好的選擇之下 我們已經忘記了它 我們將千辛萬苦 辛苦得回來的 新絲娜之中混進去 雖然我們已經有非常好 有硬碗油浸著 有異用的版本 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非常健康 高纖 Guten free 護乾 解酒 各樣功能都齊備的沙律 完成 好 那經過千辛萬苦 攪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雅之竹的製成品 就已經在一起了 馬上來試試 好嗎 蘸上橄欖油和黑醋 慢慢咀嚼 這個就特別容易吃到 橄欖油那種 獨特的香味 有一點清香 配上黑醋的酸味 現在就算說了那麼久 那個橄欖油的香味 還是可以保持很久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沙律 一開始你會吃到 如果你咬到雅之竹 你就會吃到 它本身那個鹹味 還有那個油份 螺絲粉 那些爽口的材料 你再咬一下咬一下 你就會吃到 黑醋那個酸甜的味道 最終還有 橄欖油的香味 留在你的口裡 記得 現在馬上去 Cola Vita Facebook 他們有個創意菜式的比賽 你們用 Cola Vita的橄欖油 做這些菜式 訂上去就有機會拿到 豐富的獎品 好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Like Facebook 歡迎Subscribe人 訂閱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有不同級數 需要你們的支持 還有 我們逢4月1、4月3、4月5日 有新片 4月1日 會有星期二、4日 還會有Live 快點去掃課 以及去參加比賽 下次再見 拜拜 那它呢 除了這個名字之外 還有其他名字 啊